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动作犯罪片 《边境杀手2,边境战士》 影片开始在美墨边境的德赫萨斯州 每年都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通过偷渡进入到美国境内 这条边境由墨西哥贩毒集团控制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堪萨斯城 四名恐怖分子携带炸弹袭击了某家超市 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美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经过调查发现 恐怖分子竟用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偷渡渠道潜入到了美国 于是总统下令将贩毒集团列入恐怖组织实施打击 国防部长为此找到了马特 他专门为政府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目前墨西哥境内有两大贩毒集团 A集团和B集团 马特的建议是在AB集团之间挑起事端 让他们自己内耗 国防部长允许马特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但前提是不能让外人知道是美国在背后搞鬼 接着马特找到了自己最得力的手下胡子哥 胡子哥假扮着A集团的人 当街枪杀了B集团的首席律师 随后马特等人又扮B集团的人绑架了A头目的女儿 他们乘坐飞机将女孩秘密带回到了美国 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假扮着美国警察将女孩从毒贩手中解救了出来 他们联系了墨西哥方面的负责人 准备将女孩送回墨西哥 对方将会派出警察前来接应压缩女孩的车队 马特计划将女孩送到墨西哥边境内B集团的地盘 让A集团的毒贩前来营救 从而引起双方冲突 在回旧的路上他们开车碰见了一名美国青年 而证明青年将会是以后举行的关键 他在毒贩的引诱下加入了B集团 专门帮忙偷渡人口 与此同时大胡子等人将女孩带上了车里 他们穿越边境来到了墨西哥境内 由墨西哥警察的护送下赶往A集团控制区域的警察站 出人意料的是 护送的墨西哥警察居然被A头目给收买了 为了不让女孩涉入B集团的控制区 他们半路开始劫使女孩 一旁埋伏的毒贩也与马特的行动小组发生枪战 无奈马特等人只能解决掉了所有的墨西哥警察 在混乱中女孩借死逃了出去 等到马特发现时女孩已经不知所踪 行动小组只能暂时撤回边境 由大胡子毒死艺人去寻找女孩 美国政府这边对于马特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因为墨西哥警察被枪杀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而那名女孩是摸多整个事件的唯一幸存者 为了撇行关系 于是部长夏里处理掉女孩以及剩余的相关人员 并且终止剩余的行动 最为重要的是 之前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并不是墨西哥那边偷渡过来的 而是美国境内的合法公民 这也就意味着整个行动的性质变了 无奈马特偷偷告知了胡斯哥政府的决定 此时的胡斯哥已经找到了那名女孩 但是胡斯哥表示自己下不了手 他决定通过B集团偷渡渠道将女孩带回美国 之后另做打算 否则女孩留在墨西哥将会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 马特的行动小组通过定位发现了胡斯哥的踪迹 虽然不舍 但是自己还是不得不前去解决掉西日的兄弟 不晓得是 之前的那名美国青年也来到了偷渡现场 他一眼就认出了胡斯哥 并且偷偷告诉了毒贩 结果胡斯哥当场被抓被打晕了过去 而那名女孩也被认出是A头目的女儿 他们将胡斯哥带到了一处荒地 并且让青年枪杀了胡斯哥 在直升机里 马特目睹了整个过程 于是下令解决掉所有毒贩 杀人后的青年心情复杂 接着马特的直升机拦下了毒贩车辆 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所有人 他违抗了上级的命令 执意要将女孩带回美国 而胡斯哥也命大意外活了过来 子弹穿过了下盒并没有造成致命伤 一年后他再次找到了那名青年 而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这部电影承接了上一部的剧情 有之前的打击边境毒品运输 到如今的人口偷渡 动作戏码相比上一作更为精彩 但是剧情方面出现了倒退 导致口碑下滑 只能靠两位实力派男演员 乔什布洛林和德尔托罗 乘起全场 好了 今天喵妹就讲到这里啦 关注微信号 喵妹说电影 喵妹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哦